你看 白鹿 你看到了吗 千百年前 唐代大生杜甫在欢花溪草堂边触己深情 写下了两个黄梨明翠柳一行白鹿上青天的千古绝巨石 看到的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美景呢 今天就让我们跟着杜甫的诗句一起 找一找他笔下一行白鹿的身影吧 大家一起跟我去看看 牠又被他说了 这么看 那阿姨您对杜甫的诗有什么了解过 来 黑头 黑头旺迷运 黑切 options 黑头思故乡 这位阿姨是文学上的达人是吗 达人达人 列有所知 抬头望迷远 低头思故乡 列有所知 杜甫斯哥的正确打开方式 两个皇帝拼尘六 一行碑路上晴天 长汉洗凌前秋雪 门派动物团离传 好棒啊阿姨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你看天上 它这个就是一行一行的北路 这不是一行了 这是几行百路 对对对 你看这个北路还在树子上离起的 北路进入这个季节之后 他们要煮草 为了繁衍后的 你看 刘已经吹下来了 这个正确 杜甫斯哥讲的两个黄礼 名吹了 真的这是刘树 对刘树 所以我感觉我现在是真的就好像穿越回了千年前 看到了杜甫当年看到的景色 又有翠柳 然后又有天上的白路飞来飞去的 绿波清荡 白路飞飞 阳光明媚 流之低脆 难道我们不还投入这个从来爱的世界去吗 小姑你看这个是啥子 你晓不晓得 白路 不是 它叫长路 这个时候真是恋爱的季节 上面的这些长路你看他们多忙碌啊 他们已经澄清在爱的海洋中间了 这些都是他们爱草的结晶 我为了守这里的爱的结晶这个草系 我已经守了将近两个多月了 所以说我把它取名为 长郎府爱情第一家 在一个多月以前 我看见了长路爸爸 首先他要去喊字条来 向长路妈妈示爱 表示说他的强壮 而且我会修房子哦 那么长路妈妈就发现 可以啊 我找的夫君 有轻快 有冷感 有聪明 对不对 所以说 好 我们就认识了 我愿意和你相伴终生 把此生交付于你 那么 他们就开始相亲相爱 然后住了这么一个建物的厂 从第一只小宝宝的出生 第二只 第三只 现在已经有第五只了 你看那小家伙正在探头 真的呀 真的 好可爱呀 腾起头来 就是小长路 他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 该吃中午饭了 我也觉得我已经好了 等着爸爸妈妈回来喂他们 开始的时候 小宝宝他不能够吃 那么他是一般就是反复 或者是嘴张开 嘴对嘴地喂进去 我感觉这个长路 他这一家充满了爱 这个爱不仅应该在我们人类世界 在大自然中间 独一应该永恒 而且无边无际 永远成就 远远流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